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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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段话背了多久啊 不瞒大家说我背了好多次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上舞台紧张 所以上舞台求职对我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很需要勇气 就是因为短板 听说你晕车是吧 对 你是坐火车来的 对 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在信阳 那你这里户口所在地怎么在广西呢 我在广西 但是不是再来信阳 你嫁到信阳了 对 你嫁得挺远的 一路晕着嫁我觉得 对 那这个婚姻晕不晕呢 晕 真的晕啊 有点 你说婚姻现在有点问题是吧 对对有一点 还真让我猜中了 你现在跟孩子在一起住吗 在我妈妈那 你丈夫呢 在哪工作 他在温州 温州 对 你从广西嫁到信阳 然后他又去了温州 你们这样分离了多久呢 就是八个月短子 八九个月 是不是在这段过程当中 你会在对生活的期望有一些没有达到 对对对 就是因为觉得不上镜吧 也就是说你喜欢很上镜的男生 对对 我们非你莫属的舞台上的男企业家当中 有没有觉得很上镜 你特别喜欢 我确实有喜欢的 谁啊 那个 李浩阳 我就知道 我猜就是 对对对对 我也猜到了 对 而且就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那个云仙啊 他这个人就是跟他名字一样 就是他声音听起来就是酥酥的那种 酥酥的啊 然后呢就是让我想起一个词 就叫什么 撒娇到女人最好命的那种状态 哦 就随时说话就是那种 嗲嗲的那种状态 很很气愁的 我有点感冒 但是他的事实告诉我们 他撒娇没用 关键没有撒对人 不好意思啊 今天李浩阳也不在 这里一句话评价自己说 责任心强但有点黏 有点钻 不是钻 这叫钻是吧 怎么说叫有点钻 我一般工作比较钻 钻业务 钻业务 对钻流程 就是客服这方面你很钻 对 你给自己的客服能力打个分数 一百万分 你是多少分 我觉得可以打九五分吧 九十几 九十五吧 九十五 这么高 你是做旅游是吧 不是我是他做旅游服务的 邪神 邪神是我们这个里头 电话服务做的最棒的 所以他在那里头 拿到金奖 所以他说他是百分之九 九十五的话 对非常不错 举个例子好吧 最难应付的一个客户 你把他服务得很好 18年的年初二吧 一位客人他订了一个 一晚上五千多的单子 然后是订了六晚上 总共是三万多一个单子 到那之后呢 他旁边就有一个五星级酒店 才一千八 就是一晚上 然后他就打电话来投诉 觉得这个性价比不好 酒店同意给到他 就是退三晚 但是要扣三晚的房费 然后那个客人就觉得 你这是一个欺诈行为 然后呢 投诉工商局报警 他报警 对当时酒店那边已经有警察 然后还有那个工商局都在做协调 也就是说退三晚扣三晚 已经是这种情况下的一个结果 那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先是这样的 你看哦 据我了解是你已经报警了 然后呢 再加上工商局投诉 才得到这样的结果 对吗 所以相信你现在给到我一个 比较就是你的心理预期 如果是我给到的建议是最好给一碗 扣一碗 就扣一碗 扣一碗 因为现在你不要光看在钱上 现在是春节你是带着一家老小出来的 心情很重要 对吧 抓角度 对对 心情很重要 他接受了 他说行 我就再过去跟他酒店讲 从下午两点多 酒店那边有警察穿制服的 客人并不明白里面是什么因素 导致警察过来的 他们可能会认为你酒店有安全隐患 那现在你仅仅只是一个客人的损失问题 对吧 但你面临的话会是更多的订单投诉 控制事态 对对 我说你应该是止损 不是继续跟他僵硬 然后我说第二个是现在是春节 对不对 开张大吉嘛 对不对 是一个好彩头 没错 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给自己带来一个晦气 还有最后一点更重要 你看现在那个就是 这算是政府的机关在陪你一起 处理这个事情 对对 现在是大过年的 你哪怕说行 我是买你们的面子 然后我给这个客人 买谁的面子 买工商局 买工商局 对 因为你毕竟以后长期在那边工作 对不对 你这样的话给他们一个好的 他这方面还跟他考虑到了 帮他权衡利弊 对对对 他就被我收服掉了 然后就OK了 这个单子我看一下我们的利润 我只要不做到补偿 我这个单子就是赚的 我也要考虑我公司的一个引力情况 那等于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三应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因为刚才他讲的这个 一开始这种情况 我听下来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处理 对吧 但是你最后 我觉得你最后讲那三点非常好 就是对那个酒店来讲 你说有制服的人在里面 这样穿梭的话 对他的这个生意的影响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打动他的 另外当你一直想讲 我觉得他说的最有道理的一点是什么 他说这个过年什么晦气啊 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人之常情 对对对对 他说你这也就算卖当地机构一个面 对就是我刚刚就想 这个说的很巧 你一下抢在我前面讲 我本来讲到第三点 最后这个 对不起我抢了你的话 不要抢 所以他的这个金牌不是白拿的 非常不错 但我还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他特别的情商高 然后又特别的负责 为企业考虑 对而且他处理问题的这个技巧非常高 我觉得企业能有这样的员工 真的也很幸运 那我问一下 你今天来面试 除了旅游业的这个客服之外 其他的类似于电商客服之类的这种 你干吗 OK 也OK 对对对 意向企业反而不是旅游业 不是你 松手AI和孟泉 所以你接下来是准备带着孩子 走到哪儿就工作到哪儿吗 其实我妈妈有跟我讲 就是如果说 因为现在的江头没有发达 如果真是有很匹配的一个薪资跟岗位的话 孩子这一块的话可以放心给他 然后我可以就是说 什么叫很匹配的薪资到底是多少 没有我本来写是一万二 但是后面我又怕我表现 就是上台因为我紧张 我怕我都还没给到其他这样一点 你就已经要的一万二别人就 没事 现在你已经表现第一炮已经打响了 你准备是多少 一万是可以 一万是吧 有低于限制吗 最好是南方 但是不是特别限制 行来第一轮选择 也全流 也全流 早知道坚持一万二 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 按例已经讲了 我们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你认为想要扩大公司规模 是先大量招人还是先把现有人员 把它培训金 认为想要扩大公司规模是吗 要是我的话我认为把人员培养 进状会更有利于规模的发展 为什么 因为你只有一批骨干人员 然后你在招人的时候 你才有更多的资源分配出去 去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培训 你说你首先现任人都没用好 然后你就去招一批人过来 那这个的话是资源上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还会给现任的丈夫机会了 那又给让人去 怎么又让他这个 不就这意思吗 不就差不多的样道理吗 因为是因为给过太多机会了 才成这样的 对 已经不是 那就是准备招人了 开玩笑 开玩笑 来两位解读一下 我是觉得他的情商是蛮高的 而且他是受我这种职业化的训练的 其实他在遇到一件题的时候 他并不是像其他的选手 直接先给你个答案 而是他会好好的再去阅读一下 并且再去表达出他的这种观点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棒的 其实你第一轮就应该坚持一万二 这个时候你应该更加自信一点 我希望你能有更好的一些表现 给到我们企业家 因为我看到你的意向企业有法国梦泉 我们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 你直接去酒店或者直接去旅游 那你直接可以做个管理港 但你来我们公司的话 可能很多东西是跨行业的 这个你有之前做过准备吗 我是喜欢你个人 对对 我是可能是价值观或什么的 更多是喜欢你个人 你不是要面工作是吧 我有了解 对对 其实开始我有 然后来了北京之后我一直在生病 我就觉得北京的气候感觉有点受不过来 你的意思是如果一定要在北方 你是不会去贺东东那儿的 如果在南方呢 那你考虑吗 那可以考虑 来 马瑞 我特别喜欢你 然后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给你一个管理港 你有能力胜任 把各个渠道的客服 有招聘能力吗 和带团队的能力吗 这个你有吗 我就是想突破字这一方面 我想说我有 但是我又怕我现在没办法吗 给出给到那一 你组建过团队吗 我没有 没有 好 那如果对于美妆产业 你愿意再继续的将心 比如你从一个客服 单独的客服做起 叫IP客服 就比如说是马瑞的快速小店 跟马瑞的官方客服 就是你其实代表的马瑞 这种客服的管理 那通过你组建团队 然后再经过这样的轮升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愿意 薪资呢 我愿意开8000的 8000你接受吗 基础港从基础港开始做起 可以接受吧 好 来 第二轮选择薪火流 还有7点的 谢盘 6 8000 职位 客服主管 陈步恒 政府给到你的是客服主管 同样是8000 工作地点是北京或者深圳 陈薇 每在当下给到你的是我们 美创学院的客服主管的位置 工作地点在北京 底薪8000 然后外加提成 任东北 给你的职位呢 是客服专员 其实你的能力是可以适应 客服主管的一个岗位的 但是呢 对行业可能不是很了解 三菲斯是我们2020年 主推的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马瑞IP加三菲斯 那你的目前进入到公司之后呢 你的第一部分的工作是客服经理 但是未来你的晋升的制度和晋升的规划 是我们的整个的客服主管 地点了北京广州 温度548精选呢给你提供的职位就是 业组客服管理 地点是在北京 很抱歉 就是不是在南方 然后工资是8000架 周围 就是基本上我不太正常说话的 不说话的就代表我是看中的 所以 哪那么多话赶紧说 李浩阳没来 我在 我们是硬币的正反两面 我们提供的职位呢是客服主管 然后提供的薪资呢是一万二起 有加的 然后我们的贝斯的地方是在上海 在总部 就近距离 我就喜欢你这种下手就够狠 对 对 特别好 来灭掉五盏留下两盏好好选 好 十秒 好 好 谢谢 薪酬还要弹吗 这边8000那边一万二 不用弹了 不用弹了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那个纸在上海吗 因为我们的科普中心总部在上海 你像一个神经中枢一样 就要上传下达 解惑答疑 所以你要跟各个总部的相关部门都在一起 这边 不保住 不好意思我们不保住 不保住 这边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你不 我回答一个 就是另一个问题 哎呀 你就假吗 假使给他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 我跟你讲 我从来没有在这个上面加过工资 但是因为刚才你不加 什么不低于 年不低于12万加 年薪不低于12万加 年薪不低于12万加 对 宗师外可能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的体系 那对于我们这边 相当于它是服务于个人IP一个新的全新的品牌 所以相当于是跟我创业的 你真的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我建议如果你要要他的话 你就别写什么年薪不低于12万 你直接把那个8000先改成12万再说 杜老师 因为我们的客服体跟其他不一样 我们这个家可能很多的 因为我们的家客服是要加饮 加家导入 男人 我给你一个建议 动脑 这个女孩子她做酒店和教育大客户的客宿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她如果做店上的客服 她是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没关系 只要了解一个好 她不了解天猫 京东 拼多多 基本运营规则 很多东西她是完全新的 而且美妆 成分 售前 售后 它是完全是小白基础的 杜东 我跟你讲 现在大部分的客服都达不到你这个体系 你这个体系就可以当科学家了 不是的 你招一个成熟的美妆类的客服主管和客服经理 她这些东西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她是跨了一个行业 而且你们这个行业太专业化了 她是客宿的强项 所以我也很欣赏她 我真的认为周围更适合她 所以我没有耽误你 虽然你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你 所以这个是她的选择 加不加 不加就算了 我们选了 我就是这样子了 你知道我 我从来不改下 好 OK OK 你有个性 好 来10秒钟 做出你的选择 我这个下面写的都是我自己 10秒 松鼠AI和得上文化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松鼠AI 去吧 我代表丽浩阳欢迎你 谢谢 谢谢啊 直接搞丽浩阳 谢谢啊 好 谢谢 好高兴哦 谢谢葵老师 好 再见 谢谢 他们在问到我一些就是管理上的 我确实可能在这方面有点欠缺 所以答上答得不是很好 但是也是多亏了图雷老师 就是说要我放松下来 我觉得是 就是非常感谢图雷老师的 好好感谢 好 这么大 好 Low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